开车并不容易 尤其对于新手司机来说 各种各样问题的出现 真是搞得许多新手司机头痛欲裂 而如何很好的去进行侧防卫停车便是其中一个问题 因为侧防卫停车技巧驾校虽然较过 但是在驾校学到的停车方式 却很难让他们彻底掌握 所以今天老司机将教给各位一个侧防卫停车技巧 让各位朋友以后能轻轻松松进行侧防卫停车 首先 如果我们在路边发现一个车位 想要进行侧防卫停车的时候 我们先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将汽车开到该车位前面的一个车的旁边 而在向前开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那就是我们在行驶过程中 要保证我们的车和外侧的停车线的距离 能保持在一个50到80厘米左右 然后当我们的汽车的位置 前进到我们的右后 时机跟车位前边那辆车的B柱重叠的时候 我们就要停下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空间 开始进行接下来的步骤 到了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先将方向盘向右打死 并且将汽车的档位挂回到达 然后我们开始向后倒 在后退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时刻观察着 我们的右后视镜的车门把手 和马路牙子的一个关系 如果发现我们的门把手 跟马路牙子已经快接触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要将汽车的方向回正 然后继续将汽车向后倒 直到我们的右后视镜跟前车的尾灯 处在一条线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最后一个步骤 那就是将汽车方向盘向左边打死 打死方向盘之后 我们再慢慢的将汽车往后倒 然后直到自己的汽车 跟马路牙子平行的时候 这次倒车基本上成功了 倒完车之后 如果各位对前后位置不太满意的话 也是可以通过观察前后车的距离 来调一下前后位置